快递行业的战争依旧没有结束 价格战还在持续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看钱财经 7月13日晚 顺丰控股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 以及二季度业绩预告 预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顺丰控股 净利润为6.4亿元至8.3亿元之间 同比下滑78%至83% 二季度实现净利为16亿元至18亿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28亿元 虽然业绩不及预期 但是扭亏的顺丰还是给市场 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截至7月14日收盘 顺丰上涨4.1% 报收63.7元每股 实际上对于顺丰当下的状况 顺丰控股董事长王蔚在4月9日 紧急召开的业绩说明会上 就曾有过展望 在业绩说明会上 王蔚并未推卸责任 道歉之后 一方面他认为 一季度业绩大幅亏损 一定程度有自己管理疏忽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保证 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并且他承诺二季度业绩 肯定不会再亏 但同时他也给投资者 打了一个预防针 称全年利润 不能回到去年同期水平 上半年业绩预告发布之后 有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顺丰上半年业绩下滑80% 但是主要是一季度巨亏导致的 相比之下 顺丰二季度情况有所改善 未来随着顺丰业务结构继续调整 今年下半年的情况 可能会超出预期 作为快递行业的一哥 顺丰的现状一定程度反映了 整个行业的现状 自2020年之后 行业的价格战就从未停止 极度等新兴的快递企业加入 也进一步的加剧了行业的竞争 传导到消费端 实际上消费者并未感受到 快递价格变化而带来的气势变化 但是由于收件派件价格的降低 快递员以及网点的收入 则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从而导致了行业服务质量下降 以及投诉量激增 前段时间 一则乡村网点大撤离的消息 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 由于价格战的不断恶化 乡镇快递网点收入不断降低 不少网点的老板 选择了关店 因此业内人士预计 未来可能五亿乡镇 以及农村居民 可能要到更远的 大一点的镇子上 或者是市里 才能够取到快递 对于快递行业来说 这不是进步 而是一种退步 我认为要限制资本的 无需扩张 以及低于成本价 抢夺市场的行为 因为短期来看 虽然用户切切实实的受益了 但是在抢夺市场过程中 一些企业被迫退出 最终导致一两家独大的现象 最终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以及企业的盈利需求的增加 提价就成了这些企业 为数不多的可选择的方向 因此买单的一定还会是用户 这点从当下的共享行业 就能够亏断一二 当初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共享单车出现 但随着资本深度入局 共享出行领域的经验 就被复制到了该行业 于是价格战和补贴战 就成了常规的手段 结局是OFO失败 模板被收购 共享单车的价格 从当初的一元每小时 涨至三元每小时 单次使用价格 甚至超过了坐公交车的价格 同样的案例也出现在了 共享充电宝领域 两三年的时间 共享充电宝的每小时使用价格 从0.5元提高至5元 4月22日 浙江省通过了 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 规定快递行业不得 以低于成本价提供快递服务 我认为以后对于这种 扰乱市场的行为监管方面 一定要更加严厉 资本的无需扩张 也会告一段落 所以我们既要防止一家独大 也要促进行业的充分竞争 众所周知 快递行业是一个重资产 以及重管理的行业 由于护城和不深 快递企业的竞争优势 大多体现在了服务和速度之上 但是2020年之后 由于价格战的蔓延 以及集图等企业的出现 服务与速度的竞争 变成了价格的竞争 数据显示 2020年收封业务单票数收入 同比下滑了19% 降至17.77元 其他快递企业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 而被靠拼多多的极度 则通过一年的价格战 获取了2000万元的日单量 综合人员 价格战不是行业的极要 因为价格战的目端一定是涨价 到时候买单的依旧是消费者 因此要严格限制 有些企业的无序竞争 数据显示 顺丰控股已经从今年最高的124元 每股跌至目前63.7元 每股市值蒸发了超过2600亿 其他企业则更加惨烈 我预计价格战并不会马上消失 未来随着行业越来越规范 一些小企业一定会被并购 而多家巨头竞争的格局也会出现 到时候比拼的并不会是价格 而是质量和服务 感谢观看